训练当中 教会有一百个门徒 教会就能够发展一千个人 因为他们大部分在这样说 一个门徒可以带十个人 一个门徒可以带十个 那么一百个门徒可以带多少 可以带一千个你知道吗 大概是这样算 那么美国有做一个统计 他说一般的教会 在发展非常快速的教会 其实他们的门徒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很可怕 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教会有四万个人 他的门徒有多少人 教会如果有四万的人 要他问到有几个人 几千 八千这样可怕 他一个动员就可以动员多少人 要拔钱 康熙就是死在这里 他一次能够动员八千个 你知道吗 你看看 你这个观念你必须要记住 一个人才能够带多少人 差不多跟带四个人 那好的教会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有百分之二十 是他有百分之二十 是个伟生的基督徒 那怕事不走 所以教会的未来的发展 不是一直在算说人数有多少 我们也不是一直在想 盖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更重要是怎样 我们要着手在训练 更多伟生的门徒 让这些门徒们能够被转化 本身去转化这个世代 让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神 所爱的城市 那么还有一点 我也希望你会来第一张纸 你会来第一张纸 我想跟各位讲说 再回头来说 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 不是跟随祂的人 祂都怎样 祂都把祂选成门徒 那么呢 祂是在祷告之后 选了十二个门徒 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当你来教会的时候 你在当一个门徒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去找你的门徒 来 来 把这个问题 放在你脑海里面 来 我是亚生的神 我带你 对不对 你要带人吗 对不对 你要带人 你要带出什么样的人 就带出 你祷告 你能够带他的人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能够忽略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够忽略到这一点 再来 来 那么呢 耶稣所关注的 不是吸引群众 而是在找出 那些愿意跟随祂的人 所以你看到我在第五点的时候 第五点的时候 我看到耶稣在造就门徒 这里内部画的 有没有 然后呢 祂是有倍增画的 祂十二个带七十二个 七十二个带多少 带五百个 有没有 如果圣经是这样的话 这样描述的话 那是对的 可是保罗也是显门徒的 有没有 你看一下 那各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来 我们要传扬他 用诸般的智慧 欠接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我要为此劳口 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 尽心协力 来 我们再读一次来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欠接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 我们为此劳苦 有没有 读到这里就好 他用诸般的智慧 欠接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带到神面前 有没有 他把个人 那个个人训练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门徒的训练 这是一个门徒的训练 你看一下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二节 来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通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通那什么 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有没有 也要交通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也说保罗教的提摩太 提摩太要去交通那些忠心 而且能够教导别人 这是一个门徒的传法 这是门徒的传法 我们家在北港的时候开过检摩店 那么检摩店 我看到那傻夫由台南乘去 那傻夫 那傻夫 那傻夫现在来到我们家 在那傻夫的事 要做几行事 第一行 要把傻夫洗衣 第二行 要扫肚子 第三行 傻夫要不是起床 以前他要怎么 他要起床 第四行 他是没薪水的 你觉得我们吃饭 你知道嗎 傻夫叫他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傻夫 他就会说 他会说 他会说他很大 他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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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说三年半 你知道吗 打了三年半 出塞一天 塞夫 就跟他说 你今天出塞 要带他一天 就会做塞夫 塞夫很顺服 你知道吗 他就会学什么 学工夫 总是我一直在想 那是 做金子有什么工夫 你知道吗 我在旁边 我学三年 我晚上他设计 我就看塞夫在那儿做 我也在那儿用银 在那儿看 我也看得出来 总是 我看得出来 就没什么漂亮 你知道吗 奥米在桌子 我就不知道 奥米在桌子 不知道 你不要常看一个工夫 很简单 是说工夫里面 有什么 有很多奥米 那奥米你拿不到 你金子就没得到 你知道吗 总是 过到现在 那塞夫都什么 都淘汰了 那些东西都是什么 设计出来 都是银器 什么 现在设计好适 刚刚在那儿 那些东西都照出来 有没有 很简单吗 有一天 我去副工工工的旁边 看一个人在做金子 他说 我让你看 这做这个银膏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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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银器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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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就好了 我现在说不用塞夫 我说不用塞夫 你知道吗 我现在用模具 你知道吗 所以我知道 每一个时代 的蚵 不一样 蚵的东西 总是我知道 但是 如果没有传承 没有办法 没有传承 绝对是怎样 没有办法 请问你 当我告诉一个传承 很厌俗的教会 你知道吗 当我告诉一个传承 很厌俗的教会 是什么 礼拜一百多年来 不能改变过 有厉害吗 这传承有厉害吗 我就说什么 实际上每一个时代 他都有 那个 拱拜 有时代不一样 拱拜意义不一样 方法 也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 你在耳朵做门读的时候 你要去抓住 抓住 这个中心就是什么 压俗 压俗的教会 下来到后面的地方 我开始要说 很重要的事情 到底 那个门讯的内容 是什么 现在最简单的 门讯的内容是什么 我现在说一个 最简单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常在说 我们外在这个世间 对吗 外在这个世间 后 我们买一次跟上帝国 这是不是很大的国 这设是不是一个距离 我请问你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今天去台湾 你要去中国要买飞机吗 你在台湾说什么 说台湾话 对吗 你买到美国 你去中国要说什么 不好意思 你买到韩国要说什么 韩语 啊 长啊 我告诉一下兄弟 他很注意 他长得 他才来礼拜 我看到了长 我就叫他 长 他出来说 老师有什么事 我会跟他说什么 他说 你先说我先说 他也要跟他说什么 我说我先跟你说 他才去 我说长得才去 有一个我们的婚姻 这一年不回来礼拜 他才来礼拜 他是 印尼台湾办事处的主任 你跟他谋用 我问你跟他谋用 他跟他说什么 你什么 我说 我跟他说什么 就是要跟你问 我说 印尼你跟台商跟你说 好不好 我先说 你处理 我说 你不要说 我说 我说 说到这就好 天后主要刷掉 我们再来说 主要刷掉 他就找到老顶了 找到老顶了 我有给他介绍 印尼的台商 台商部的主任 那是国家的一个组织 有跟他说话 这样跟他说话 我就跟他说 阿兆你最近经营得好吗 他就跟他说 经营得不错 总是企业 如果没有一直开发 会死 你看 我们外来都不知道 说 钱很快贪 他会生产给他贪八%而已 就是一百块他贪几块 八块 一间工程开设要几亿 二十亿 那可怕吗 我又跟他问一个问题 那天很久以前 我跟他问一个问题 现在细细热买掉 就是有主要买掉 我说买得好处 他说他们去开花 他去开花 他们现在去开花 说现在有人要来买 我们的票名是十块 有人要买六十块 要买的人押手 说整个人 所有人都押手 你感觉是怎样 现在 因为他没法进到东西的各国 要靠党岁 你知道吗 他还没法进到东西 所以他有一天被淘汰 所以他感觉会被淘汰 所以他感觉会被别人 你知道 有一个小金感觉会被别人 在台湾这个阶段也是这样 他没法进到东西 所以他有一天会被淘汰 所以他要买什么人 他也要买别人 所以他要去哪里押手 去印尼押手 他现在去印尼押手 是跟他说一件事 没想到 他跟他说 你听得好 老狗都吃什么 吃新狗 你知道吗 所以他人家说 你绝对不要听老狗做生理 因为他已经说吃几次了 吃几次了 他现在在问说 有那个食材的官员 哪里有 哪里可以帮助他 那你看看 他要到印尼的时候 要不要找一些 会印尼化的人 他整个管理要不要印尼化 要不要 你给他看下来 他之前在跟他说 他在跟他说 他在韩国也缺一个销售 日本也缺一个销售 美国也怎么样 缺一个销售 这样 刚才有一个小孩回到议会 我说那叫我说韩误 他也会说一句 他会说英误 他会说学班阿威 他说女朋友 我说女朋友 他说女朋友 他说韩国人很轻视女性 我听着他说 怎么会这样 我说这个问题是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 你说这个问题是 你说什么 你再想看看 你外界的世代 变化这么快的世代 教会的变动是很快的 这叫Meta 本来写一下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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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现在所有的教会都叫做Meta Church 你知道吗 什么叫Meta Church 就是你说 教会变动很快的 他变动得非常快 所以教会要不断的变动 不断的找新的方法 来训练门徒 来适应这个世代 你知道吗 商人就适应这个世代 他就跑到韩国 跑到印尼 今天的教会是个Meta的教会 叫做Meta 叫做Meta的教会 这个Meta的教会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变动的教会 他必须要在这个时代 不断的改变扩展天国的知识跟领域 你如果没有不断的改变的时候 没有办法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这种改变 也就是对门徒信念的改变 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的教会 你如果没有一直改变 从过去的世界移民到神的国度 你的过去的语言跟现在的语言 如果没有改变 弟兄姊妹 你没有办法走在神的里面 你没有办法做门徒 昨天晚上我为一个弟兄洗礼 你知道 把洗礼 我吃着很高兴 我这样子 你老婆 要洗礼才是不简单 他第一晚跟我说的是 他很爱请我吃饭 说到想起来的时候 三年已经也是 他会不会去 他会不会去 我会不会去 他会去洗礼 你知道吗 我把洗礼跳他很感动 我把洗礼洗礼 我建议说 我把洗礼一包粉 你知道吗 对吗 他现在洗礼跳 出去外面冲什么 冲什么 冲什么 你这种人 你看看 你要把一个人 从一个非基督徒 变成基督徒 然后变成真正神国的门徒 有没有一个很艰巨的路程 有没有 对不对 今天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说 你抽烟我不为你洗礼 这样有太立法了吗 有一天 有一天 人要买共产党 不要说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现在可能要 新加坡的 李光亚夫人跟 台湾说 所有基督徒都不得了 都要变回高度 这样有可能吗 有可能 站起来 为我们打招 为我们死亡 有可能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再想一个问题 想一个问题 真的要 从把自己的想法观念放下来 然后变成神的想法观念 把自己的意念放下来 变成神的意念 把属世的生活变成属灵的生活 这种生活态度转化 有没有很大 有没有很大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 我在想这个东西 门徒今天到底是在做什么 就是 就是在说去 不是说文殊的问题 是在说生命的问题 是在说生命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在扮行门徒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从棋壳中 被引导出来 过去这个世界的棋壳当中 我们把它引导出来 过去给我们把我们包裂 这个摩基撒旦的开裂 这个罪恶的势力 把我们包裂 我们应该把它引导出来 让他看见什么 看见神的生命 看见神的生命 这是第一 到底门徒现在做什么呢 其实在训练你爱的服侍跟带领 爱的服侍真的很难 跟带领真的很难 你看看有很多问题是什么 刚才的问题应该是想要改革问题 我们自己问到刚才的问题 是要改革问题 那不是要借责问题 那不是 总是你有发言说 那些人都在社会都要 很爱借责问题 有没有 我们会找问题来说 你知道吗 门徒心里其实是爱的服侍 这种爱的服侍有没有容易 不容易啊 弟兄姊妹 真的不容易啊 我经常 过去你听说 那些老牧师 你为蝶子基督 蝶子拍拼 那些人都叫牧师去 跟蝶子基督 跟蝶子基督 你也不敢 感谢主 生你也不敢 跟蝶子 蝶子也叫基督 我经常都很好笑 是为蝶子基督 人生命那次来叫我 为什么基督 教我基督 我还是想得很好笑 我 那些妈妈跟蝶子说 她的女生会 会拍拼这些拔 为高兴来帮基督 这样对吧 我说 哇 拍拼这些拔 来帮基督 对吧 我就一直跟主公主 这是新的经验 我一定要做看看 我不是为高兴基督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基督 祷告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知道吗 真的蛮有趣的 那些人拍拼这些拔 拍得很好笑 抱得非常非常地 像他的孩子一样 等我再跟他基督 我还想到 啊 四众也这么高 我把他基督过 你知道吗 那些高的摆拔 四众都用冰冰冰冰冰 对吧 摆拔拔 我给他基督一下 靠拔好去 这些好去 走路上有了 你知道吗 我在发现到 神也爱什么 爱小狗 你知道吗 我在想说 你能够谦卑西服侍 来 你把这个爱的服侍写下来 第一个 你爱的服侍的对象 是老人 第二个是小孩 第三是病人 第三是罪人 你看看 这种爱的服侍 你必须把这种东西放在你老海 第一个服侍的是谁 是老人 第二个服侍的是谁 小孩 第三个服侍是什么 第四个服侍是什么 罪人 你看 你能够去服侍老人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现在老人很不定义 现在就这样 人到七十个也不敢 他老了 我们那些少年都找不到人 大家都觉得 我一次叫一个兄弟 说要去参加 少年他说 我没有老了 我说你六十倍 怎么没老了 他那是七十五 以上你参加的 我说是怎样 他说你看 少年这些 包括这些都要八十了 我这起来要怎样 他说想这个 没什么就跳 不要再说 他就要不再老了 封仓就是了 封仓 掛名掛里松年 都是叫他去松年 他敢去 你敢去 你敢去 没有啦 对啊 少年我没有来 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被你打败了 你看 那么你看 这种训练 这是一种训练 你知道吗 而且这种训练 是这种带领 你怎么带领人去做这种服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真的很重要 你怎么 你不仅去爱 而且是带领人去爱 再来 其实门是这种心灵的服事 除了着中外界的事物之外 不断地重视自己的心灵 我想必须提醒各位 这种心灵的服事 这种生命的服事 这种灵力的服事 这种内在心灵的服事 把它写一下好了 其实心灵的问题 就是一个直觉 一个良知 一个敬拜的问题 良知 敬拜 跟直觉 你如果在你的心灵深处的里面 你没有摸着神 你对一些事物的反应 没有直觉良善的反应 或是 对很多事物 没有抑制的能力 你要去服侍一个人 真的是很难 是很难的 所以常常重视自己的心灵 你是否做这个事情 违背自己的良知 你知道吗 很多基督都懂 良知是死的 良知是死的 不过